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和尚进不下来 只能挑上墓园金 老和尚烦不烦 抓着墓园冲枪就扔了 看上去笑 他们是不挑墓园的两个 他说你要不要烦你妈 挑墓园的事 你也挺好的 你太关心他们了 你太关注他们了 我告诉你 你明天不关心他们 他们在你屁股后边拔在你 要不反反我们 还真是 你怎么不反我们了 不管我们了 对 不管他们 关其他人吧 那他们俩就不挑墓园去修去吧 有些时候把就是稍微和我妈断 断开一点链接 我还是 我还是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心疼我妈 就四面我妈的那种 嗯 就离不开它 但是贴得太近了又翻 对是 这都是 都是 这个是角度最正常的 我吃一点距离 而且不能太远 还不能太近 嗯 嗯 满着在床上保持2.50米 不然做梦里面打架 挺好的 你们自己嘛 家里人都 对修行这件事有一阵之见 嗯 都喜欢 然后再做一些世界的事 都挺好 我觉得这是我最信任的 而且三个人都能自立 都也身体啊 都挺好 都能把自己 瞧着自己 都能 同时能调整好自己 还能帮助对方 这已经很 就算 很好地助援了 而且都是善于 对 太有福报了 嗯 然后就是经常 其实 我因为 也是这两个月 才在家里忙 每次 其实我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 我爸下班回来 或者是早上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嗯 一起分享佛经里面的东西 自己有什么感悟 就说 哎呀圆绝经 今天又看到姐姐 嗯 哎呀我的体悟是什么 嗯 就是我爸就经常会给我妈 还要我分享 然后有些时候 我也会给我爸 我妈分享 我妈也是这样的 嗯 就感觉特别幸福 特别好 对啊 人生的乐不过如此 真的是 你看 你们多 多有福报啊 轻易就获得了 是吧 我没有费什么力啊 嗯 嗯 一切无常嘛 这个都是生命法 我们也不要说 其他境界就不是幸福的 嗯 这确实是人力 人道里边 比较好的 善语啊 大家坐在一起 一家三口在讨论佛学的问题 而且其乐 我觉得真的 又没有病苦 又不会说 不再老死的犯中 我觉得真的是 在人间是蛮幸福的 嗯 人世界不来苦多 嗯 但是如果是三中佛的角度 那就少了 如果是三中佛坐在那 讨论个圆绝经 也没什么 是吧 吃饭 吃人间烟火 讨论圆绝经 嘛 三中佛坐在这 我杀手涅槃了 不想吃人间烟火 是吧 做饭做得烦 杀手涅槃 我就有紧客 我就尽管紧客 我就尽管紧客 就觉得 短暗的好 得到吧 就是 可见得到 嗯 他爸就是不用紧客 百万一五千 嗯 他就觉得 反对一步不急不慢的 往那走嘛 人家就是 埋着四平八五的 我凶呗 他对人士的名利啊 也还 好 买人嘛 买到 我想这辈子 还是要在利的 就是你家的思想 嗯 为公利业 利德 嗯 那挺有的 他这个思想很重 因为这个比修道重 还是因为 人来一世 我就要 在社会上做点事 嗯 我被我妈影响的 就是 球道的紧泡感比较强 但是我现在 我感觉我好像 目标始终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 我越紧 道理我越远 嗯 我就是跟随着 自己的心走 跟随着自己的 节奏 走就行 对佛的知诫 越来越统一 安正在佛的知诫上 去在仁世间 做君子 修儒家 那没问题啊 但是那 你一个不学佛的知诫 在仁世间做那些 七家之国 拼牵下的那些事情 儒家说 我去在仁世间 在七家之国 拼牵下 一个人做君子这些 仁义理智信啊 这些 你安住在佛的知诫上 你也在仁世间 可以做这些 嗯 但是你更会教证执着 你不会太注重结果 因为这个一切都必尽空 但是 你在仁世间 你必须做 你应该活得像个人吧 是吧 你总不能活 我们总不能活成 真的 虽然说我们的心在六道路灰 那你总不能一天 二十四小时 有一多半在畜生他 是吧 那也太活得没意思嘛 你 披了着人皮 总得做得像个人吧 那儒家文化里边 就是做君子之心 君子 那做君子 那站在佛的角度 一切必尽空的角度 然后行君子之心 你也不会在意结果 也不怕这个君子 在这个世界上 儒家说 哎呀 有小人啊 或者什么 你会有恶啊 邪恶啊 你会受伤的这个君子 但是站在佛的角度 空性的角度 在这个世界做君子之心的时候 一切必尽空 你会行忍辱 你不会受伤 你不会觉得君子多难做 因为一切必尽空 你也不在意结果 因为你不刻意做君子 君子无相 但是你在做仁义理之心 你也在做敬笑 你也在欺家治国评价 但是你是无相的 在这无相的角度做的 你不会执着 你不会教证 你不会在乎结果 你不会觉得 这个小人在欺负你 众生平等 小人君子都是众生 你会站在一个 和伯的角度去做人 就是同样 学佛的人 站在那角度去做君子 学儒家的 跟不学佛的人 站在一个君子角度去 在人道行走做君子的 不一样的 活的境界不同 活的境界不同 一个君子 他看到小人的时候 就会干上小人 远君子 就是离他远远的 我跟小人 我不跟他交往 我跟君子交往 但是一个菩萨 一个站在佛道的角度 这个君子 他站在如来空 接空的境界 他看到小人的时候 哇众生啊 有偏见的众生 他角度比较 虽然也交小人啊 但是有偏见的众生啊 他会 他会盗托他 他不觉得他多讨厌啊 他就说也是有缘的啊 是吧 没有小人 怎么能写出你是君子来呢 而且他 当小人出现在他身边 说那些小人话的时候 他会哈哈打笑 像弥勒菩萨 大不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啊 哈哈打笑 觉得 哇今天碰到三个小人 怎么一个人 就是说 人家 就是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三个带偏见的众生而已啊 带着偏见 带着在说话 但是他可能出去 偶然一天 还是挺像弓子的 他只是今天像小人而已 你就不能定路他 永远是小人 而且他今天 为什么对你这么小人 也有可能是 英语上的事啊 你可能上辈子说 欠他 难道上辈子你是条鱼 我烤着你吃了 他会这样 就是说 站在佛的之间上 有因果的角度啊 有毕竟空的角度啊 有这个角度 你就不会在世界 做弓子的时候 做得那么委屈 那么窝囊 做个好人做得那么难受 觉得好委屈啊 好窝囊 好难受啊 觉得好压抑啊 好像好人 永远翻不了神 会被人骗 会被人欺负 一切毕竟空的角度上 善恶 共进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你站在佛教的角度 所有的一切 不过就是个幻境而已 是吧 是我们生生世世世 带着人 带着供业 带着业力 然后来到了这个有业报的世界 或就是各业和供业导致的 导致的幻境 我们进入这个供业的世界 那么你就承受供业的苦 进入各业的世界 承受各业的苦 但是都是毕竟空的 看你能不能翘出来了 你师父带着佛的之间 能够佛光普照 看清楚自己这一切苦 那也是佛光普照自己嘛 你看清楚自己的苦 就佛光普照了 你就是如来嘛 佛光普照自己嘛 那学佛的人 行儒家文化 跟不学佛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照样做救治这些 他也讲仁义理智 讲这些 是吧 讲孝啊 讲这些 讲忠啊 讲义啊 讲廉耻 讲禅怪啊 什么都讲啊 但是佛陀的智慧 是另一个角度 否则他在这个世界做救治 他会憋怯死的 现在还好了 2012年以前 他在这个世界做个救治 他活得生不如死 我告诉你 全是小子 是吧 你敢做个救治 马上被骗 是吧 你看2012年之前 很多人在介绍离疯 说离疯即使那就是傻子 你做离疯好像是傻子才叫离疯 对吧 所有的 你看 男的那些 吃个嫖毒去全有的那些人 反而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大家公认的很有能力 很有本事 啥也不会的 就温温囊囊 一般这些老老实实做事的人 大家说窝囊 没出息 甚至说男的不坏 女的不爱 你说这些介绍 就说明他当时在社会上 站在某一个位置的那些人 他是什么状态 就很坏的一种状态 但是大家公认这种状态是正常的 那你要做个窘子 你怎么做在那里 是吧 你不通路合污 你不陪吃陪喝陪睡 你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不委屈自己 你怎么办事啊 你寸步难行 你怎么做去做 所以你会做的压抑委屈啊 你只要一通路合污 你就会把自己那些 就好像把自己的品质染污了 把自己压抑了 好像白白的衬衫染烧 就破上那种脏洞血 因为心里很不甘的 然后压抑委屈 很难受的 然后就得病了 但是站在佛的空性正洁 不管在任何时候 都能看清楚这一切 魔性大法 众生魔性大法 只不过是说 就到某一个时空是天魔道 你站在天魔道的角度 看天魔吧 天魔也是有道的 即使那个人很坏 他对自己所爱的人也很好啊 所以你就不会失望啊 对他 你不会这个人说 这个人是恶魔 但是你看到了他对孩子 对他自己亲人那种温馨 他那种心转的紧紧的那种痛苦 你就觉得他这是无名啊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是宇宙 他不知道他是佛 他只知道他是这一世的像 也许他手里抱着那个孩子 还是他被杀他的仇人 他不知道啊 他无名啊 活的 愚昧啊 你站在佛罗智慧上看人 就是这样 然后你照样对他是究竟之行 你就能以德抱怨 因为他太无名了 他太愚昧了 所以你原谅他 你总不会跟一只狗吵架了 是吧 因为他无名愚昧嘛 是吧 他咬你两个汪汪汪 你怎么能这样 也跟着他汪汪 是吧 你不会的 他甚至咬了你 你都说 打个疫苗算了 你跟他自弃呢 是吧 你会记和他三辈子吗 或者是去把他骂一动吗 拿棒子揍他一动吗 你有这个必要吗 是吧 他不懂啊 是吧 所以你就站在佛的角度 你就以德报约啊 那只狗咬了你一口 他被人杀的时候 你还是看他可怜 你把他救回来 是不是 就算那只狗 就算月子里 就算老虎啊 狮子是吃人的 人里难道不保护动物吗 现在也在保护啊 把他当成 一级保护动物 二级保护动物 保护嘛 人里还是有这点慈悲的嘛 觉得不能让这个物种绝种嘛 难道不知道 他见了你就把你干掉 你敢在老虎前面绕啊 是吧 但是没知道他吃你 你还是要保护他 在地球上 这就是人力的智慧啊 人力站在某一个高度 就是说 他是有他的智慧的慈悲的嘛 以德报约嘛 为什么说大菩萨以德报约 他智慧在那 就是说 明知道狮子吃你 你也得保护他 智慧嘛 这就是 不在一个等级上 所以以德报约嘛 他害你 你还是帮助他 因为你跟他 不在一个等级上 给我咬你 你还是帮助他 不在一个等级上 所以你不计较 你所恨的人是宗旨 不算是站在很 他把自己活成众生那样 看众生的 但是他又不着众生的一切想 但我们要说我们是众生 那你能担得起吗 众生造的那些 恶你全能担起吗 你要是你是众生 众生做点好事你还行 众生如果缺杀人放火 你是众生你敢吗 下了十八岁地 你下了一百岁 你也没办法 偿还众生做的那些恶严 只破完所有像以后 你要着想 那就完了 死定了 你活成就是死定了 把众生的东西都带上了 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 众生嘛 好啊 我弃众生还罪啊 着想吧 弃众生还罪 那他是有罪的 众生的罪何止定一次 定二百次定一千次 都继续定了 长不完啊 众生犯的罪太多了 耶稣是有罪的 因为他对众生单罪啊 如果我们修行 大乘菩萨道要修行 修行到这个程度 修行到状虚空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不能破众生像 和我像法像的话 他一定被钉在十字架 就算他不再 不被名字钉在那个十字架 他在 他在境界里面被钉上了 迫向往 也就是 所以佛的政治界 始终要挂在这 但耶稣的重生 就代表他已经解脱了 重生啊 为爱而重生啊 因为为什么重生 爱重生 我既然为了重生单罪 我就是因为爱啊 但爱能让一切重生 我可以为重生 但那是因为爱 所以我能为一切 但是耶稣的等级 远不至于 不是说着相 但是 我们修行 因为佛教是这样修行的 但耶稣的重生 就是为爱而重生 为爱重生而重生 他只是实现了一个 修行到一定境界的一个高度 修行 其实我们看不懂 以为是基督教啊什么 如果在佛教里面修行 修行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也同样会像耶稣 也要经历这些事 如果在人世间 只是佛教走小城的 离千区域的是离千区域 走大菩萨的是大菩萨 在这个世界 不管台神哪的神 都是因爱而来 因爱啊 不管你因为哪爱什么 甚至你是因为爱这个东西 所以你淘汰 你不一定爱情谅 你爱什么都会淘汰 都会再入时空梦境啊 只是大菩萨入了时候不迷 我们一入就迷了 迷失了 对吧 他入各个时空的时候 他不迷失 他清清楚楚的带着直接过来 那所以爱也要破 爱这个象吗 还是 破众生象 你爱众生 但是不着众生象 你不要给众生下定义 他是邪的 他是恶的 他是正的 他是善的 因为没有一个众生 是绝对是什么样的 你也知道每一个众生 对他被他爱的人他很好 对他恨的人他很恨啊 我们在人道只不过是 有些众生做出的事 确实是令人发直啊 就是他那个恶到极致 但是他也能散到极致 有些众生很坏 但是他为他所爱的人 能死掉 我可以为了你 泄出我的生命来 但是你要他 他恨到 他看见恨的人 他能把那个恨的人剥皮抽筋啊 他能令到 就是他能做出那种令人法直的恶事 就是他能恶到极致 也能散到极致啊 你说他是个善的还是恶的 你能定义任何一位众生吗 他是善的还是恶的 每一个人都对自己 如果真的爱的人 他会珍惜的 他不会那么恨的 他会为他付出 即使他自己很苦很痛 他都为他做事 无私的 你说他没有菩萨的品质 但是他要看见他恨的那个人 他不坑他就算是慈悲了 所以你没办法定义 任何一位众生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办法定义 你站在这个角度 看清楚这一切 这叫智慧 你就不会被这些人力 这些散散恶恶恶恶 越越转 你只是需要 如果你真的想在众生这个角度里边 你只是需要跟众生结善缘 只要有善缘 你就不至于被众生坑了 咬死你 知道吧 但你以为可能生生世世 你不知道可能已经结下 结下了坦然面对吧 人家要杀你就杀了 谁知道呢 上辈子都不知道 这辈子都我们知道了 学了佛 那么我们争取这辈子结善缘 我不伤害任何一位众生 最起码我不主动的伤害你 我不主动的伤害你 我身口意义 我不主动的伤害你 我说话我也忠重你 以尽量不伤害众生 作为就是慈悲嘛 但是以前做的 那就说无意中伤害了 那就没办法 那么大便 无想尽量 有事 也没想到 你从哪一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